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為我以前做幾元日 現在做到百多元日 但都不夠被通脹蠶食了 所以要怎樣生活呢 我想做幾十年吧 可能幾年代都花了些薪金 世界的工人都是以本地勞工為主 為何輕少少人就馬上輸入外奴呢 亦都影響到我們本地工人的飯碗 堅決反對輸入外奴 堅決反對輸入外奴 因為輸入外奴 他直接搶走本地人的飯碗 所以我們要求政府 確實改善本地工人的確 有不少基層 生活上困難的 有60萬人 還有低收入的人士 雖然今天 我們最低工資 能夠去到30元 但跟勞工界 要爭取的 我們35元是遠遠達不到的 我們的勞動是完全被人踐踏了 政府面對情況 為何不升級標準工時呢 還有公民會 由97年 就說勞動輪散化售 以為政府在4118以上的工作 南嶺白嶺 只是用來分別我們的工種 而不是分別我們的家庭 今天我們要呼籲大家在一起 顯示我們的力量 告訴大家 我們應該是享有統一的地 我們的人口老化 已經是越來越嚴重 也都為我們社會造成很大的壓力 如果再不作出改善 老人家的生活是得不到保障 亦都會是增加了我們下一代的區大價令 標準工時派定立 工人不是機械人 還我勞動專業 不要無常加班 反對輸入外地勞工 保障本地工人就業 保障本地工人就是業 保障本地工人就這樣業 保障本地工人就業 共份大 保障中共就業 備給你 保障公民都要余公為